大家把手上的东西放下去啊 开会了 开会了 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呢 是讨论几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既然决定要创业 那就得注册一个公司 有公司就得有名字啊 这个公司的名字 好好讨论讨论 好不好 大家想一想 我想啊 咱们公司的名称就叫 甜蜜的生活 不 挺好的 但是有这么个常识 一般注册公司没有叫得的 对吧 什么什么得公司 我觉得就叫甜蜜生活 干净这样像公司的名字 也行 对吧 那就叫 宁城市甜蜜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甜蜜生活 好贴 对啊 好好好 叫 文化传媒公司 瞎个传媒 老强说有道理 咱们是自媒体 得 得加上传媒这俩字 对对对 这样就更完善了 那全称就叫 宁城市甜蜜生活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对 好 就这么定了 好 好 那就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公司的股份问题啊 你看我们五个人 我是建议平均分 每个人占百分之二十 怎么样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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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好 那就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职位分工问题 我是建议我来当董事长 邱菊当副董事长 老康当总经理 常子龙是主编 老李你当市场部经理 怎么样 等等 等等 哎 我就不明白了啊 股份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怎么觉得我这职务最低呢 低吗 低 低 低 好像是低了点 低虽然低 但是很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想啊 市场部 市场部 这一个公司能不能赚钱 试看市场部经理的了 我不同意 我要当董事长 东梅啊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压我一头 是不是啊 你说舞蹈队吧 你是队长 我是副队长 劝导队 你当队长 我还是副队长 就之前那个 赛委会 你还是主任 我又是副主任 今天吧 你说你当董事长 我还是副董事长 你又想让我当副手 你说我 我 我不能 不能同意 不是给你个证的你 你干得了吗 不 是这样 邱决 即使这个职位越高 责任越大 那 我陪你当董事长 你负不负得起这个责任了 我 那 我 我宁可让老康当那个董事长 我也不能一辈子 总让你给我踢不到底 我非常同意 好意见 那就这样 我当董事长 那个东梅当总经理 不行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听我讲 你们别看这个总经理 总经理是要这样才 才能干的 那是一个 鼠台上来说是个角啊 那个总经理 他是要到市场上去 逮兵打仗的 我干不了 只能你干 你又这么说 我觉得有道理 那我还当总经理吧 好 我这么听 好了好了 我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这公司还没注册呢 就先 抢这个名利 你说这公司能干好吗 这 老畅 你 你别走啊 我呀 你不能这么说 这我们这样讨论 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 对不对 对啊 我参加了 这 这什么 舅局 说征信话好 这个 厂主编说得对的 我们两个以后 不要这样争拦 要齐心合理 要团结一致 对不对 不要让人家说笑话 老康 你那个注册公司的事情 就抓紧去做啊 好 马上 那我那一事刚才 小慧 哎呀 回家烧饭